臺灣的土地一直在受傷 這些專家學者都在騙人 都在為政策護航 在上個月二十一號 知名作家朱天一及新竹 泰雅族畫家林氏委控訴 新竹縣關係鎔藕部落遭到非原住民籍 在景山段的二四林之四十九地號 土地上興建農舍 是泰雅族人張清雲 所有的私有原住民保留地 並且是山地保育區的林業用地 不過抵押全人是非原住民籍 許新漢 朱天一以及林氏委提出質疑 這筆土地是私有原住民保留地 當時二零一零年申報 地價是十二元 土地他向權利人 是許新漢 當保債權總金額高達兩千萬 這筆土地農舍興建工程 起造人是泰雅族人張清雲 但是工地負責人是許新漢 認為兩個人是私鄉授受 因為針對原住民保留地 移轉承受人 除了政府指定的特地用途之外 以原住民籍違憲 朱天一認為 這樣完全不合理 沒對價關係的債權抵押設定 再一再證明許新漢是以合法的債權抵押設定 非法取得原住民保留地 希望透過這次的協調會 能夠收回非法取得與非法使用的原住民保留地 長久以來一直是如此的 他今天只是這個 只是他第二個Case 他用所有公家部門為他鋪路所有做這些事情 不管環保 破壞山林 如果我不阻擋他的話 後面二十甲地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那都是合法的 其實底下都並沒有合法 真也說瞎話 我跟他打了兩年關係 他買土地跟買糖果一樣 所以因為他覺得這是原住民保留地 非常的 他可以非常便宜的買賣 你們也看到他設定的抵押 八萬塊錢買 他可以設定的抵押 兩千萬或幾百萬 怪不得對財團來講 他覺得買土地跟買糖果一樣 竹田一表示 堅持土地炒作行情 已經達到用數萬元買進 上千元賣出的誇張程度 暴力讓不肖業者取之若驚 行政院委員會表示 這筆土地是屬於私人的原住民保留地 依法是不可以出租給非原住民族 屬於他私人的 他要租是OK的 我剛好強調 憲法是保障人民的財產權 他拿到所有權他要租 他要去抵押 他要去給人家設定地上權 這是他的權利 這個不可以去禁止 所以他不會有這種 可以把土地轉給非原住民 在法律效率上是不會形成的 是私底下的作為 明明是跟你借錢設定抵押權 可是你最後是拿到抵押權以外 你要在這邊用這塊地要怎麼樣 當然我權利的 我可以說 我這個抵押權給你是擔心說 你怕我這個沒有辦法管理 你要往土地來做的一樣 加上拍賣的時候 他是只能夠拍賣給原住民 新竹縣原民處表示 這起案子已經交由檢調調查 要查出是不是有非法取得原住民保留地 與會人員協調會之後 也直接前往現場會刊農舍的建造進度 前鎮院原民會以及新竹縣政府 還是必須依據相關法令 來查他們的興建合不合法 可能要整體來考量包括那個坡地 還有那整個看他是不是按照那個 那個水保法來 就是水保計畫 是不是有按照真的水保計畫 來來來做工程 限制的話可能要看怎麼來來修法 法令商的問題 你現在看這個現況 他可能會有潛在後續的危險發生 所以是應該要怎麼處理 是不是要有一些預防的一個一個公公設施 或者是說要請當事人來先做一些維護 請他們這件事情能夠去查明 看有什麼方式解決 也做一個回應 要不然這樣看訊息來的時候是有危險 感覺好像不是不是很穩固的一個邊駁 竹田一表示這批土地是屬於土石流淺市 溪流區是危險坡地與天然災害警戒區域 要求政府正視水土保持及保留私下販賣的嚴重性 雖然行政院原民會圖管處長 已經前來會刊並且進行說明 不過竹田一跟林世偉表示 則其他們會直接到監察院陳勤 要監察委員介入調查 記者阿里南卡處長8號 新主關係採訪報導